第八课 咱们就谁书 谁请客 课文一 今天的网球比赛真精彩 看得我也想打球了 是啊 我最近光加班了 都好久没打球了 现在终于忙完了 咱们俩也打一场比赛 怎么样 好啊 这个礼拜天你有空吗 我现在常常和朋友一起练习 水平提高了不少呢 这次一定可以赢你 正好这个礼拜天我没有安排 别看我最近没有打球 但是你别忘了 我可是专业级的 想赢我没那么容易 既然你那么自信 咱们就谁书 谁请客 怎么样 好 礼拜天上午九点 网球场 咱们不见不散 今天的网球比赛真精彩 看到我也想打球了 是啊 我最近光加班了 都好久没打球了 现在终于忙完了 咱们俩也打一场比赛 怎么样 好啊 这个礼拜天你有空吗 我现在常常和朋友一起练习 水平提高了不少呢 这次一定可以赢你 正好这个礼拜天我没有安排 别看我最近没有打球 但是你别忘了 我可是专业级的 想赢我没那么容易 既然你那么自信 咱们就谁书 谁请客 怎么样 好 礼拜天上午九点 网球场 咱们不见不散 课文一 精彩 就是特别好 很有意思 我们常常说 故事很精彩 表演很精彩 游戏很精彩 活动很精彩 昨天的网球比赛很精彩 上课的时候 大家一起讨论 大家的讨论很精彩 光 光有值和旧的意思 比如 最近光加班了 意思是 最近做的事情 只有加班 没做别的 我们说 学汉语 不能光听 还要多说 不能只听 也要多说 这个假期 他光玩游戏了 没有学习 咱们 包括说话人自己 你下课后有时间吗 咱们一起去买书吧 俩 就是两个的意思 我们俩 我们两个 你要买几个苹果 我买俩苹果 我买俩苹果 场 量词 我们常常说 一场精彩的游戏 今天有一场 汉语考试 明天 明天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吧 或者 一起打一场游戏吧 空 空 有空 空 常读耳化音 空 就是有时间的意思 你晚上有空吗 你晚上有时间吗 一起吃饭吧 不好意思 我晚上没空 要加班 没有时间 没空 赢 用在比赛中 反义词 输 这次比赛 我输了 没关系 加油努力 下一次 一定赢你 正好 正好 这个星期天 我没有安排 我们来看看 正好 正好 有合适的意思 这条裤子 它正好 能穿下 不大 也不小 非常合适 再看这一句 你喜欢看电影 正好 我也很喜欢 我们一起 去看电影吧 你现在有空吗 咱们俩 打网球 打网球吧 我现在正好 有时间 一起打球吧 安排 名词 意思是 要做的事情 没有安排 没有别的 要做的事情 有空 这个周末 你有什么安排 没有安排 在家休息 请客 注意 请客后面 不能有宾语 今天给小王过生日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我请客 这次网球比赛 谁输了 谁请客 既然 既然 就 用在前一分句 表示已发生的事实 而得出的结论 我们来看一看既然就 既然路很近 我们就不用坐车了 既然你肚子饿了 就去吃点东西吧 既然你身体不舒服 就在家休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我最近光加班了 都好久没打球了 现在终于忙完了 咱们俩也打一场比赛 怎么样 正好这个礼拜天我没有安排 别看我最近没有打球 但是你别忘了 我可是专业级的 想赢我没那么容易 好 礼拜天上午九点 网球场 咱们不见不散 今天的网球比赛真精彩 看得我也想打球了 好啊 这个礼拜天你有空吗 我现在常常和朋友一起练习 水平提高了不少呢 这次一定可以赢你 既然你那么自信 咱们就谁输谁请客 怎么样 谢谢大家 我很喜欢运动 运动以后出一身汗非常舒服 我把运动当作一种积极的休息 这个礼拜天我要和尼克一起打球 尼克的水平很高 以前的比赛都是我输 最近他一直加班 很久没有打球了 我常常和朋友练习水平提高了不少 我觉得能赢他 我们决定这次比赛输的人请客